在来到佛罗里达以前 我已经对二手货 特别是美国的股东 有了非常大的兴趣 那么到佛罗里达以后 第一个我要去参观的地方 就是美国的古董店 没有想到在我所住的城市里面 就有美国最大的古董店 我们来看看 很有意思的 你像这个是中国的福乐受洗的项链 那么还有很多的玻璃制品 还有陶瓷制品等等 那我主要是为了收藏基督教的 一些传统的家庭装饰品 那为什么这个二手店里的这些古董 有那么重要呢 他传承了文化历史 还有情感 还有呢信仰 那么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当中 如果没有了历史 没有了文化 没有了情感的传承 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看这个最大的古董店里面 到底有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古董店的东西呢 不仅仅是美国的 似乎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当然是以美国的产品为主了 过去很多的东西都是手工制作的 制作的人凝聚了他的时间精力 他的构思 他的情感 这些在现代社会当中 都已经无法体现了 任何用机器造出来的东西 是没有情感的 那在这个古董店里面呢 有看到很多中国的古董 所以尤其说是一个古董店 不如说是一个博物馆 我们一起再往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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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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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这一组就是很古老的缝纫机 我记得有一些散文常常会说 母亲在劳苦了一天之后 在灯光下还为我们制作衣服 那这都是一种情感 一种意义 而这些在现代社会里 是再也看不到了 这就是我们保留历史产品 这些古代的古一点的产品的意义 那还有呢是中国的陶瓷 中国China这个词就是从这里来的 那么在这个博物馆里面 就是在这个二手店里面 有非常多的宝贵的中国的陶瓷 那这段时间呢 我也学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有些东西我们小的时候还有 有些东西是再也找不到了 那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孙悟空我觉得是一个猴子 在那里看书我觉得很有意思